由恐怖大师斯蒂芬金加奥斯卡影帝 爱德里安布洛迪合作的年度最佳惊悚悬疑巨来 据说本片的恐怖气氛曾令很多人都无法坚持看下去 故事开始于1817年马萨诸瑟州的某个小镇 一个漆黑的夜晚 小男孩半夜被一阵争吵声惊醒 竟然看到父亲正在家暴母亲 只见他狠狠地掐住母亲的脖子 不多久母亲就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小男孩被吓坏了 他赶紧跑回了房间里找了个大箱子躲了进去 在小男孩惊恐的表情中 父亲还是发现了他 他不顾儿子的哀求一把将他拎了出去 狠狠地甩到了挖好的坑边 小男孩害怕地问道 接着一铲子将男孩拍进了坑里 男人毫不怜惜地开始活埋自己的儿子 危急关头一声枪响 男人被男孩的母亲从背后射杀 就这样倒在了男孩的旁边 时间一晃33年后 小男孩已经长大成人 他叫查尔斯 此时正是一艘货船的船长 童年的噩梦迫使他远离陆地 一直漂泊在大海上 还娶了一个妻子 并育有三个儿女 但妻子却不幸因病去世 妻子临终前告诉他 孩子需要上学 不能一直像他一样游荡在大海上 而且远在缅因州的表哥 斯蒂芬弥留之际 留给了他一所房子和一处剧木场 于是查尔斯带着孩子们踏上了久违的路地 当他们来到那所房子时 整栋三层富士小别墅 不仅让孩子们惊讶不已 就连查尔斯也没有想到 接着留守的女管家出来 将斯蒂芬的遗嘱留给了他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去查看自己的新家 女管家告诉他 他的表哥不知道什么原因自杀而亡 他只是按照其留下的遗嘱办事 并将整栋房子的钥匙给了查尔斯 还叮嘱查尔斯没事的话 最好不要去地下室 查尔斯询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 孩子们也需要一个家庭教师 但是女管家一口拒绝了 他实在是不想再继续待在这里了 表示会帮忙找人过来 就在他即将离开时 一群本不该出现在白天的夜鹰 却猛然间飞了起来 这诡异的画面仿佛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发生 查尔斯走进房子里 看着房间那一片狼藉 他不禁心生疑虑 于是直接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童年的阴影一直伴随着他 他不希望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噩梦 再次降临到身上 他拿着油灯一路走到底层 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铁钢 四周还有几个奇怪的皮质手料 就在他仔细观看时 上面仿佛有东西落下 查尔斯抬头往上看时 竟发现有很多蚯蚓 从破裂的木板处一直往下掉 吓得查尔斯赶紧离开了那里 回到上面后 他嘱咐孩子们以后不许进入地下室 不管怎么说 这里依然是一个安稳的家 晚上查尔斯关掉楼梯间的灯时 忽然听到了旁边墙里一阵奇怪的声响 他趴在墙上仔细听时声音却消失了 也许是老鼠吧 查尔斯并没有多想 第二天 小儿子泰恩拿着镰刀在后院到处戳时 意外敲到了一块石头 打开后发现竟是一座墓碑 等查尔斯和女儿们听到声音感到时 看到这里竟然还是一座公墓 查尔斯安慰着孩子们也许是历代房子的主人 心里却也感觉这里处处透着诡异 他们不知道的是 整座小镇此时正被一场奇怪的疾病笼罩 查尔斯来到警局 本来只是想打听一下表哥死亡的原因 然而警长却直接告诉查尔斯 最好将那栋房子卖掉并远离这里 因为之前的斯蒂芬一家一直不受其他人待见 而且人们都说小镇上奇怪的病是从斯蒂芬家族传出来的 查尔斯却表示以后自己会改变这一现状 外面的小儿子泰恩此时在胡同里发现了一个皮球 等他捡起时 一个诡异的白衣女孩从身后走过来 他手里拿着一只死兔 嘴里一直念着什么 泰恩惊恐地跑到姐姐身边 就在小女孩即将靠近他们时 女孩的家人赶了过来将她赶紧带走 这也就是小镇里那种奇怪的病症患者 傍晚时 一个叫利贝卡的女人找了过来 她想应聘查尔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 表示自己曾经上过大学 查尔斯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利贝卡真正的目的却是想了解斯蒂芬家族 她本质是一名作家 因为缺少写作灵感 才想从这里找到一些创作上的思路 毕竟斯蒂芬家族从来不与外界来往 使她一直保持着一种神秘感 和孩子们接触了几天 她也顺利地融入了其中 这天 为了逗孩子们 她故意玩了一个招魂的游戏 带着孩子们到处在房间里探查 大女儿傲娜在后面故意吼了一声 大家虽然被吓了一跳却也大笑起来 然而一阵诡异的风却吹灭了桌上的蜡烛 利贝卡表示只是一阵风霸 当她把窗户关闭时 一只夜莺猛然撞在了玻璃上隐恨当场 查尔斯入住这座别墅刚几天 她似乎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诡异气氛 但为了孩子们 她只能努力尝试融入这个小镇 此时为了放松 她正在简单地泡个澡 然而下一刻 只见浴缸里满满的都是蠕动的虫子 童年的噩梦一闪而过 等她再次看时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另一边利贝卡带着孩子们 看到地下室的门口打开 查尔斯曾将地下室的门锁死 并嘱咐他们不准进入地下室 利贝卡在孩子们惊恐的目光下 慢慢走进那里 她朝着黑暗的地下室看去 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正注视着她 她赶紧将门重新锁死 同时她也感觉到了 这里肯定隐藏着秘密 回到房间里 她正准备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门外响起了查尔斯的敲门声 只见查尔斯带着沉重的心情 告诉利贝卡 孩子们在床上被吓得瑟瑟发抖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玩那种招魂游戏 通过聊天 利贝卡表示之前的斯蒂芬一家 一直备受排挤 人们觉得小镇的疾病都是他们传出去的 她希望查尔斯能主动地与小镇居民打好交道 当然自己也会从中帮忙的 查尔斯深有同感并表示了感谢 第二天 查尔斯去了表格遗留的伐木厂 自从表格斯蒂芬自杀后 伐木厂的工人们都在消极代工 尤其是这个工头丹尼尔 她整天带着工人们闲聊发呆 查尔斯来之前已经了解了这里的一切 她直接拿出了当船长的气势 警告丹尼尔要么滚蛋 要么就好好工作 还告诉现在的工人们 以后的利润按等级评分 伐木厂挣得越多 他们拿得就越多 工人们面面相取 觉得这个新来的老板真是不一般 只有癌讯的丹尼尔并不买账 傍晚时分 人们在酒吧讨论着新来的查尔斯一家 他们认为斯蒂芬家族给小镇带来了可怕的疾病 应该将他们赶出小镇 胖男人也许是喝多了大言不惭 他表示真想一把火烧了那庄别墅 丹尼尔听后马上来了个助攻 让他有种就去做吧 男人尴尬的意识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而旁边的男人却直接拿起了打火机 他的女儿每天都遭受病痛的折磨 他决定借此机会讨一个公道 晚上竟然真的拿了一桶油准备去放火 然而在行驶的路上 一个诡异的黑衣人却挡住了去路 只见他快步走向马车 一斧子就砍死了那匹马 然后用铁桶将男人拍翻在地 拽住男人的头发给他放了点血 另一边 一个女人此时正在难产 然而随着孩子的出生 接生婆仿佛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事 母亲大喊着要看看自己的孩子 接生婆颤颤巍巍地将孩子递给女人 一个纯恶劣极其严重的婴儿出现 母亲崩溃地大哭起来 小镇犹如受到了诅咒一般 这下人们更加地讨厌起查尔斯一家 这天利贝卡带着孩子们来到小镇 唯一的一所学校 但是校长却故意为难起了他们 他询问孩子们有出生证明和居住证吗 如果没有就无法入学 利贝卡显然知道他故意的 告诉他小镇上谁能不认识谁 没必要针对无辜的孩子 校长沉默了下便不再阻拦 孩子们顺利地上起了雪 看到孩子们正在稳步融入小镇里 查尔斯为了感谢利贝卡的付出 诚挚地邀请他喝了点香槟 并表达了深深的谢意 晚上查尔斯睡觉时 脑海中时不时地响起童年的阴影 而后墙里面又响起了诡异的声音 他奋力地敲了敲墙 正准备入睡时 深更半夜 一阵敲门声传了过来 查尔斯和利贝卡他们来到一楼 看到外面的人影仿佛是个孩子 查尔斯将门打开后 只见镇上那个得了疾病的女孩 木讷地走了进来 嘴里一直说着要找自己的爸爸 他仿佛着了磨一般 利贝卡显然认识他 他将小女孩从梦游中惊醒后 询问他怎么从十公里外的家里来到这里的 然而小女孩却什么都不记得 他们赶紧将女孩送了回去 女孩躺在床上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他说斯蒂芬要回来了 他带着爸爸已经过来了 还让自己的妈妈放他们进来 说完后就渐渐没了呼吸 女孩的妈妈崩溃大哭起来 丈夫的失踪和女儿的离世快让他疯了 他出来后大喊斯蒂芬要回来了 自己的女儿临死前告诉他的 斯蒂芬害死了自己的女儿 警长说斯蒂芬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女人又对着查尔斯大喊 你们给小镇下了诅咒 迫使我们从来没有过过正常的生活 众人也开始准备对查尔斯发难 幸亏警长及时制止了他们 他将众人遣散 只剩下了痛哭不已的女人 查尔斯赶回住处时 他匆匆下了马车后就赶往了后院 拿着油灯来到了斯蒂芬的墓地 他要将真相挖掘出来 自从昨晚打开了表哥斯蒂芬的坟墓 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物 欺骗和阴谋瞬间涌入了他的脑海 他再次找到曾经的女管家试图寻找真相 经过交流 女管家说自己当年亲眼看见了斯蒂芬 吊死在了地下室里 而斯蒂芬的父亲也因儿子的死亡 步入了大海葬身其中 查尔斯听完后表示已经打开了他的坟墓 里面什么都没有 他质问女管家究竟在隐瞒什么 女管家从容的内心开始慌乱 也许有些事他不知道或者不敢说 他求查尔斯放过他 查尔斯已然明白斯蒂芬炸死 他让女管家转告斯蒂芬 不管他有什么目的 自己一定会将他找出来 此时的小镇居民因为女孩病逝 纷纷把矛头转向了查尔斯一家 私底下他们商议找人将他们赶走 首先遭殃的却是孩子们 有人投诉他们身上携带疾病 为防止传染给其他人 本不友好的校长便直接把他们全部开除 孩子们再次回到了家里 晚上利贝卡和查尔斯聊天时 利贝卡说自己可以在家教他们 并不会影响孩子们的成长 然而查尔斯此时却并不是很在意这些 他担心表哥斯蒂芬有什么阴谋 更害怕自己的家人受到伤害 突然一声剥离的碎裂声传来 一群蒙面人纷纷对着房屋里面扔石头 他们大喊着让查尔斯一家滚出这里 当查尔斯拿着武器出来时 这群人瞬间怂了起来 他让众人把头套摘掉 但因为话有点多 被人偷袭 一把被打翻在地 查尔斯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一个蒙面人准备对他下毒手时 看到真枪实弹 众人四散而逃 这群人即使蒙正面 也必定都是小镇上的居民 戴上头套可能也害怕被报复吧 只见一个蒙面人 不小心与其他人跑散了 他打开头套后 原来是当初酒馆里 那个大言不惭的人 他小声地呼喊着同伴 却没有注意一个 诡异的人影走了过来 一斧子将他砍倒在地 然后给他放了点血 查尔斯不仅觉得斯蒂芬还活着 甚至感觉他一直在暗中看着自己 而他的幻觉越来越严重了 他总感觉脑子里有奇怪的声音在响 简直快要把他逼疯了 他恼怒地拿起斧子乱砍一气 嚎啸的声音也惊动了房子里的其他人 女儿们赶过来查看时 他甚至差点一斧子当场送走二女儿 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 他将自己泡在了被冰块覆盖的水里面 然而透过水里却看到了头顶上 竟写着一行血债血偿的字 有人一定来过这里 他害怕那藏身于黑暗的人会伤害家人 小时候的事情说给他听 父亲曾经说的蠕虫虽然不是真实的 但自己确实能够看见他们 而且自己的表哥斯蒂芬绝对没有死 他害怕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阴谋中 他想让利贝卡明白此时的处境 也顺便倾诉一下糟糕的心情 突然大女儿慌忙地过来说 弟弟泰恩在骨仓发现了一个地洞 里面似乎别有洞天 查尔斯带着他们赶紧赶了过去 小儿子泰恩说自己本打算下去看看 但是里面似乎有声音传来 当查尔斯看到这个密道 他甚至怀疑斯蒂芬是不是就藏在里面 于是他拿着油灯下入地洞 这里有一条暗道直通远处的洞口 那里似乎内有乾坤 他慢慢地爬了过去 等他再次出来时 透过加板的缝隙 竟然可以看到房间的内部 难道之前听到墙里面诡异的声音 都是有人从这里发出的吗 他小心翼翼地再次往深处走去 直至来到了一处比较大一点的房间 整个房间布满了动物的尸体和骨头 查尔斯查看房间的同时 甚至可以听到别墅内部立贝卡的声音 他出来时让立贝卡赶紧回小镇找警长帮忙 他要赶在斯蒂芬伤害别人之前将其抓住 查尔斯回到别墅里 将伐木场的工人小黑叫了过来 这是他唯一看中的一个工人 让他在这里保护孩子们 他则再次回到了黑暗的房间里 静等斯蒂芬的到来 立贝卡回到小镇后 他大声呼喊着警长的名字 发现他的家里似乎没人 但是楼上却传来了警长夫人的诡异叫声 他循着声音慢慢地走上楼 小声地呼喊着女人 然而下一刻 立贝卡赶紧追了过去 他大声地叫停神秘人 男人慢慢地转过身子时 立贝卡一脸惊恐地看着这个男人直呼不可能 是的 的确不可能 他就是斯蒂芬的父亲菲利 明明已经葬身大海 此时不仅还活着 还变得极为诡异 立贝卡被赶来的警长拽了下来 警长质问他来这里干什么 立贝卡惊慌地说道是菲利普 斯蒂芬的父亲并没有死 他还活着 甚至攻击了你的妻子 警长听后让立贝卡赶紧回家 自己则去查看妻子怎么样了 一场诡异的阴谋正慢慢浮现 另一边 守住戴芬的查尔斯此时身体却出现了一样 自从查尔斯此时 查尔斯认为表哥斯蒂芬炸死 又从骨仓发现了可以连通别墅的地洞后 他就明白从继承这里的一切开始 就陷入了一场阴谋中 斯蒂芬一定对他有所启动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自己只能将隐藏在黑暗里的他揪出来 但是孩子们此时并不知道真相 他们误以为父亲得了精神疾病 而二女儿洛亚更是因为父亲差点砍死他而充满怨气 此时他有些烦闷地来到外面 正打开楼梯间的灯光时 一个男人突然叫了下他的名字 洛亚转过头发现一个陌生人突然在此 他质问他是谁 男人回答自己就是斯蒂芬 洛亚转头看了眼墙上的壁画 确实很像自己的伯父 斯蒂芬慢慢地靠近洛亚并对他说 自己非常理解他此时的心情 并表示非常担心查尔斯的身体状况 他的精神状态非常差 看着眼前虽然有些诡异的伯父 洛亚却仿佛找到了知己一般与他聊了起来 另一边 查尔斯此刻一想症突然发作 等症状慢慢消失后 他赶紧朝别墅走去 或许有不能解释的现象导致他如此 他得赶紧回到孩子们身边 等他慢慢地靠近别墅时 斯蒂芬和洛亚的说话声 已经传入到他的耳朵里 就在斯蒂芬即将成功蛊惑二女儿时 查尔斯猛然出现 查尔斯叫住了斯蒂芬 质问他究竟有什么目的 还有现在为什么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斯蒂芬回头只说了句 莫名其妙的一句话让查尔斯气坏了 自己从遥远的大海上被骗至此地 孩子们也置身于危险之中 斯蒂芬显然不怀好意 他愤怒地朝着斯蒂芬开了一枪 致使其跌破窗户掉了下去 中了一枪又从二楼跌落下去 一般人早就死了 但斯蒂芬却慢慢地翻转身体 无视了子弹的伤害跌跌撞撞地逃走了 显然他已经不是正常的人类 查尔斯回到房间里和众人商议 这已经不是他们可以解决的范畴 他们得尽快离开这里 但是二女儿的异常令查尔斯更加愤怒 显然斯蒂芬说了什么让女儿此刻有点魂不守舍 就在他大声质问女儿时 外面传来的女人的呼叫声 他透过窗户看到外面来了一群奇怪的人 查尔斯拿着武器来到外面 询问对方是什么人 女人直接就说他们的主人雅各布 邀请他前往耶路撒冷地 并且关于查尔斯家族的隐秘 以及遗传的异想症 其中所有的答案 只要他肯去 雅各布都会通通告诉他 并且为了表示自己所言的重要性 他们当场献祭了一个女孩 这一番操作着实吓坏了众人 但是为了解开一切的谜团 查尔斯决定前往 童年的噩梦 以及蠕虫的异想症时刻折磨着他 假如不去的话 谁知道这群疯子会不会伤害到孩子们 他与利贝卡商议 让孩子们暂时借宿到他家里 自己置身前往寻找答案 不过他并不清楚耶路撒冷地在哪里 好在小黑曾为斯蒂芬工作时去过那里 他愿意将查尔斯带过去 看着离去的家人 查尔斯也是百感交集 此去他也做好了回不来的打算 在小黑的带领下 他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查尔斯示意小黑赶紧回去 并拜托他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然后只身一人进入了那里 这里显然正生活着一群人 只不过每个人的表情都透露着诡异的感觉 他们发白的皮肤犹如被抽干了血液 查尔斯缓步往里面走去 直至看到了那个送信的女人 另一边 小镇警长艾伯的夫人遭受莫名袭击 前来检查的医生发现 他的脖子后方有几个咬伤 但肯定不是人类所知 而且咬伤的部位仿佛是精心选择的 艾伯询问为什么这样说 医生回答应该是为了放血 听到这个回答 艾伯觉得利贝卡所说也许是真的 于是晚上将虚弱的妻子安置好后 为了他的安全 又用铁栅栏将他锁了起来 他拿着武器就这么守在了窗户的旁边 等了整整一天的查尔斯终于等到了回行 雅各布此时可以接见他了 他慢慢地走进阴暗的房间里 远处一个诡异的人影就坐在那里 查尔斯走过去时 旁边还有一个被绑住的女人 只见他脚下两只桶 正在接着从全身各处流出来的血液 看到这可怕的场景 查尔斯显然也害怕 雅各布示意他坐下聊 查尔斯直接问他究竟是什么 雅各布说自己的称呼有很多种 狮鬼 亡灵又或者是吸血鬼 查尔斯难以置信他们真的存在 他用火烛慢慢地靠近雅各布 雅各布挡住了他并回答自己喜欢黑暗 查尔斯直接询问为什么叫自己过来 雅各布开始讲述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当初查尔斯的曾祖父詹姆斯 在这里挖到了一本书 书名用拉丁语翻译为如虫之谜 这本书可以召唤黑暗里最原始的神 但它并不属于人类 无知的詹姆斯以为能驾驭这本书的力量 便将自己的名字用血写在了书页上 从此以后他和家族的后代便受到了诅咒 当然也只有他们能够通过如虫的异想 正感应到这本书的位置 本来自己想让斯蒂芬和他的父亲菲利普来感应这本书 但是他们贪婪的以长生为条件作为交换 自己只能成全了他们 然而当他们变成吸血鬼后 却再也感应不到那本书了 原来只有人类可以感应到 自己本想泄愤杀了他们两个 但是他们苦苦哀求 并表示家族里还有个人受到了同样的诅咒 所以就把你骗到了这里 以便帮助我们找到这本书 并表示如果查尔斯帮助他找到这本书 他和他的家人以及后代都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查尔斯并不想这么做 斯蒂芬和菲利普两人此时已然想读吞那本书 自己如果交给了雅各布 他们不会放过自己的家人 他表示自己宁愿死在这里 也不想家人陷入危险 雅各布生气地指了一下 只见两个人被绑了进来 警长艾伯的妻子自从遭受了菲利普的袭击后 他晚上就这么守在了窗户边 但一阵诡异的叫声突然传入到了耳朵里 他决定去查看一下妻子的状况 脚下的十字架仿佛预示着不好的事情已然发生 他赶紧拿着武器来到妻子这边 却发现了菲利普不知何时已经来临 妻子犹如野兽般正大口吸水的血液 艾伯震惊地看着这一幕 菲利普扬言他已经属于自己了 然后猛地将艾伯扑倒准备戏干他 艾伯奋力地挥舞着双拳 然而并没有什么用 千钧一发之际 他摸索到了地上的黄金十字 一把插进了菲利普的脖子里 果然还是魔法攻击有效 菲利普大叫着逃离了那里 艾伯赶紧上前查看妻子的状况 自从洛亚上次与斯蒂芬伯父聊过以后 他仿佛被成功蛊惑了一半 趁着利贝卡和姐姐的不注意 他私自回到了别墅里 斯蒂芬早已在此等候他多时了 他知道洛亚肯定会来 于是接着给他灌输了一些不良鸡汤 在利贝卡他们急忙赶过来时 两人已经不见了踪影 此时查尔斯拒绝了雅各布的请求 他担心孩子们受到伤害 也不想再受到蠕虫异想症的折磨 他做好了随时面对死亡的准备 但是雅各布显然有方法来胁迫他 他让人绑来了那个丧尸女儿的母亲和小黑 查尔斯的拒绝让雅各布非常生气 查尔斯看到女人即将遭受迫害 他求雅各布放过他 自己愿意去找那本书 但是雅各布显然要杀鸡儆猴 就在小黑即将也遭到独嘴时 雅各布见查尔斯已经就范 便让人退了下去 并表示只有好好听话 身边的人才不会受到伤害 而且自己也可以帮助他解决诅咒 查尔斯在感官刺激的经历下 带着小黑离开了这里 当他独自一人在回家的路上 一具尸体横在路边 查尔斯一眼就看出了这是自己的二女儿洛亚 悲痛万分的情绪马上刺破了男人的内心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等到最后却无法保护他们 他带着洛亚的遗体回到了别墅里 其他人不敢相信地看着这阴谋 看着洛亚脖子上的咬伤 查尔斯明白一定是斯蒂芬下的手 因为家族的命运卷入了这场阴谋中 查尔斯的内心充满着愤怒与无奈 第二天 查尔斯划着船来到了海上 也许几十年的海上漂泊 让他认为只有海水才能净化家族的恶语 他带着悲伤的心情将女儿的遗体沉入了海水中 他此时只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 另一边 艾伯自从知道妻子变成了吸血鬼 内疚和自责充斥着内心 但是妻子显然受到了菲利普的蛊惑 他认为菲利普给他带来了永生 竟然将其信奉为上帝 艾伯虽然深爱着妻子 但也不想他变成嗜血的怪物 于是在妻子睡着的时候 等妻子渐渐没了动静后 艾伯最后亲吻了下他 并告诉他以后都安全了 唯一的亲人变成了怪物又被自己捂死 艾伯也仿佛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查尔斯一家此时也正沉浸在悲伤的气氛中 查尔斯告诉大女儿奥娜 自己一定不会放过斯蒂芬 突然间一阵脚步声传来 查尔斯以为斯蒂芬又来了 他大声地喊着让对方说句话 查尔斯在难以置信的惊恐下慢慢打开了门 赶紧 自然尽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